好所谓最佳实践呢 就是我们在用RodgX来做WebServal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用什么样的方法 能把这个系统做到最好 或者说做到一个最佳的一种形式 这个方法呢不一定是一条 可能是有很多条 所以说我们通过不同的层面 思维导图嘛 我们通过不同的层面 根据我们所做的这个系统来去看一下 到底我们在这个项目中 为了做到比较好 为了做到最佳 我们都进行了哪些的一些抽离和总结 比如说通过这个系统的开发 以及我们最后这个最佳实验的总结 大家接下来在做系统的时候 参照这种方式来去做 就能保证你的系统做的至少不是很烂 至少是比较合乎一个业务逻辑要求的 至少是做一个可扩展的 或者说逻辑分层比较合理的一个系统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所谓的这个最佳实践 是怎么一种形式 好它这个思维导图 我们先看一下 总结最佳实践呢 我这总结整理了过这么几条 第一个项目结构 第二个错误处理 第三个代码风格 第四个质量保证 第五个安全 然后第六个呢是限量环境 就是通过这些方式来保证我们的系统 在设计上运行上 以及上线上能保证它是最佳的 我们按着看一下 项目结构 分层 分层这是我们上一节刚说的 和分层的模型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抽离中间件 比如说分层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 因为就是上一节我们那个图 已经看了很多很多遍了 这个我问的不再多说 然后抽离中间件 抽离中间件呢 就是我们把这必要的一些东西 我们都给它抽离出来 就是如果是共用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登录的一个跳转 就登录的验证 或者说Gitin Scammer Gitin格式的一个验证 都可以这么做 就是把一些必要的东西 把一些各个路由 都可能共用的东西 出入中间件 然后呢 处理UTELS和config等 就是UTELS是工具 config的配置 把这个处理出来 然后区分APP和CW 这个我们一开始就讲了 就是APP和CW APP是关乎于业务的 CW呢 是关乎于服务的 对吧 这两个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区分开来 大家看我们刚刚创建的这个 就是你一开始创建CW的环境 它也是默认给你区分开来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要 按照这个处理 用Node Environment区分环境 我们区分了什么环境呢 我们区分了开发环境 现象环境 还有一个测试环境 对吧 就每一个环境 我们都区分出来 通过这个来区分 大家看这就是项目结构的 一个增加实验 大家想一下 如果你在代表项目结构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按照这种方式 来去搭建 好 错误处理 错误处理呢 我们有一个error info error info里面呢 就是每次我们返回 那个error model的时候 就在返回error model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它出一个error info error info里面呢 就有规范的错误码 错误码和错误信息 就那个message 所以说你要定义好 你的系统中有哪些错误 把这些错误都集中起来 定义好错误码 错误码返回的时候 你就能够根据错误码 去找到这个错误的信息 然后就根据这个信息 知道你去做处理 如果你每次返回 都是一个错误了 错误了出错了 那这样的话 谁知道是出什么错误 对吧 所以说要定义好错误码 然后要有统一的错误输出页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一开始做的error页 就是我们出错了之后 我们要有统一的一个错误输出页 说告诉你出错了 然后这个页面呢 还能引导你去进入首页 其他页面去做其他的验证 然后对输入数据进行scam验证 这是我们在创建微博和注册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做的 这是错误处理 所以说要规范一些 特别是第一点 特别第一点 看出你现在你已经总结出来的 你的系统中所有的错误 所有的错误都有哪些 OK 代码风格 代码风格呢 首先我们要使用eslint 使用eslint 这个我们在一开始 那个项目结构出的话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 并强制precommit 就是在commit之前 我们要做eslint的处理 这个全组 我所有的开发人员都有 追行这个规范 然后使用gsdoc注视文件和函数 就我们做这么大一个项目 做这么长时间 这样做下来之后 我一直坚持着使用gsdoc的方式 去注视文件以及注视函数 对吧 然后使用assignwait 编写e步逻辑 我们看一下我们所有的路由 我们的路由 我们的controller控制器 我们的service 都是e步的 对吧 都是e步的 所以说这些e步的逻辑 你如果不用assignwait 去编写的话 你如果用别的方式去编写的话 将会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说要用这个去编写 然后规范git分支 和commit的格式 这个呢 我也是大家强调的 对吧 我们在每次开发一个功能的时候 我们都会把git 重新提到一个分支 重新弄一个分支 然后每次commit的时候 我们要 就是把单个功能commit 前缀 像future前缀 像fix前缀 像test前缀 等等这些 我们要给它保证好 以及我们每次 功能结束之后 我们都会把分支提上去 然后把它合并到master分支下面去 好 再往下 质量保证 编写单元测试 质量保证的最关键的方式 就是编写单元测试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细节的 我这就没写 编写单元测试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我们在做我们自己的项目的时候 每一章结束 我们都会编写自己的单元测试 对吧 从一开始 用户注册到最后 那个s功能 我们编写了好多个单元测试 然后每一次单元测试的时候 我们又都会执行测试用力 看一下质量用力 是不是有问题 然后再编写当前的单元测试 这些话 也就是说我们能保证 我们当前 看完这个功能之后 我们能保证这个功能是正常的 并且不会影响其他的功能 对吧 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大家要用起来 再往下 安全 处理XSS 这个我们在 创建微博的时候 做过一个处理 对吧 因为XSS工具 做过一个处理 然后使用ORM 防止cycle注入 ORM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cycleize 防止cycle注入 比如说 你如果直接操作 Mycycle的话 这个cycle注入 你要是自己手动去防止的 像这个处理XSS一样 如果你用cycleize 或者ORM的话 这个事情 你就不用考虑 所以说 用了ORM之后 cycle注入 就没有问题了 再往下 加密敏感信息 如密码 就是我们的密码 是加密的 不能明明 随到数据互动 OK 现在环境 现在环境 像记录日志 这个说过 凑日志 自定日志 都要记录 多进程 这个也说过 刚说了 新能守护 这个是PM2做的 对吧 很重要 NX代理 这个我们也说过 NX代理 就是上一节 刚刚说了 要用NX代理 然后特别是在 机群或者说 分服务的环境下 机群或者说 分机器的环境下 然后分服务 像Mycycleize 等这些 我们要分服务做出来 因为我们要用多进程 或者说 我们要用NX代理 多机房 或者多机群的话 我们就需要去做 这个事情 就是把Mycycle 或者这些 我们单独 去产品一个服务来做 然后有一个系统监控 系统监控 这个AMP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Application Project Manager 就是系统的监控 系统的监控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 在大厂网线下 或者说我们 用了一些 云端服务的话 我们会有这个功能 就是它有一个界面 有个界面 会实时监控 你的系统的 一个运行状态 比如说 如果用了 那个阿里云的Node 它里面会有个界面 实时监控 监控你的CPU的 一个负载 内存的负载 然后硬盘的情况 等等这些 网络的情况 等等这些 这些呢 它是运维来做的 一个事情 所以说对我们 开发展示来说呢 它是一个参考 参考一下我们的系统 是不是正常运行了 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部分 但它的核心的提供者 应该是个运维 应该是个运维系统 或者运维团队 所以说这块呢 我们暂且不去讲它 反正大家知道 就是说 我们的服务器 要被监控起来才行 要被监控起来才行 知道这个意思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实际能做的 就是上面这一些 OK 那整个从线上环境 安全 质量保证 代码风格 错误处理 以及项目结构 这几个部分吧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网络杰斯的最佳实践 给大家讲完了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是你在做一个 自己的网络杰斯的 SERV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参照 我们这几个 最佳实践的这个条目 来去做 然后具体的格式呢 具体的方式呢 你可以参照之前 我们在开发系统的时候 我们讲的那 步一步的步骤 怎么去实际代码开发 对吧 OK 那到这儿呢 我们整个课程 就基本结束了 包括一开始设计 然后最后的代码开发 到最后的总结 以及我们最后 我真正产出的 这个网络杰斯的 最佳实践 我相信大家 课程中间 应该学到很多的东西 OK 那最后 大家都能把 网络杰斯写好 缺号 然后能做出 好的系统 然后能进入自己 比较像我的公司 难道我高兴 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右侧 随时给我提问 然后我都会在里面 及时的去回答 谢谢 谢谢 谢谢